OK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考虑 vending machine 的方式来卖酒 那么我看到这个vending machine 的回答 我就 我就有更多的这个问题 第一 你增加营业者的成本 因为你要买vending machine 你要买vending machine 你增加它的成本 第二 你也是要有人把那一个酒 放进去贩卖机里头 这是谁来做 OK 谁来做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更重要的就是 现在酒只能够卖给非穆斯林 以及18岁以上的人 OK 听清楚啊 酒只能够卖给18岁以上的非穆斯林 那么如果你有了这家vending machine 是不是说路人价一丙丁都可以来买 谁都可以来买 难道你要一个工作人员站在vending machine那边 杜处说 OK 你要买啊 我要看你的IC 你是不是非穆斯林 你是不是过了18岁 会不会有这一种额外的成本呢 会不会有商家特别安装或者是特别安排一个人在那边 大家想想想看这个逻辑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呢 你vending machine你只是解决你的casual 不需要碰触这一些不清真的罐头而已 但是你衍生出来的可能会让更多你不想要他买酒 但是因为有了vending machine他能够更方便的买酒 OK你的vending machine是放在这个便利店的外面还是放在便利店的里面呢 如果放在便利店的外面的话 哇一天20小时都可以卖酒 那么对这个酒商来说他可能会更开心 OK他可能会更开心 因为你一天都可以卖嘛 如果那个vending machine放在里头的话 放在店里头的话呢 他是很占位置的 那么所有的便利店他的这个面积都不大 他非常珍惜那些面积 因为每一个面积每一个空间都可以放这个柜子 可以放产品 那么现在已经有了一般上的这个什么 这便利店都有两个雪柜 OK两个雪柜 如果要再放到另外一个vending machine OK他必须要接电源 因为酒要放在这个冰箱里头嘛 chill才好喝嘛 那么放在这个店里头他占空间 对业者来说他必须要做出调整 那么如果他把这个vending machine放在外面的话 情况又不同 但是你放在外面的话 真的路人家的饼饼谁都可以来买 那么这个他是不是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呢 他原本都不是一个问题的 OK原本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因为国会员提出来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课题 看到这名国会员所还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真的有点失望也在摇头叹息说 你找不到重点你应该问一些更加全民更关注的议题 而不是聚焦在这么一个小的课题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让民众觉得你是想要争取媒体的曝光率 要让穆斯林知道说你非常关注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会有同样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课题下去 那么接下来就看政府 特别是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看他们怎样去回应了 是不是说要规定这一些便利店者 好吧 你们接下来你们就买vending machine 或者他只是劝告给建议 给一个友善的建议 你们也可以用vending machine的这种方式 那么只要你不强行硬性的规定的话 那么你要表达你的意见可以 你要表达你的看法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不要硬性规定 你强硬规定的话 你就是打扰了市场的运作 那么市场的课题就由市场来解决吧 不要有太多的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不会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课题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